正因为妈妈这样的一生在她眼前 所以她会更觉得我要往外走 我要往外走 我不愿意一直把我的一生留在市场里面 一个女人一生该有的磨难她都碰到了 那可是我觉得正因为她原本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狂野的心思 所以其实她是很愿意接受新事物 像人家跟她讲说 你就卖素食 她其实什么也不会 但是她胆子就很大 她说好 那我就来卖 所以我觉得她很勇敢 她非常非常的勇敢 赶紧 你要好名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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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德鑫 那我这次在我眠一家人当中 我饰演的是阿眠师姐的妈妈红丹 完翁 完翁 天不良心啦 虽然不仅没在这里 我感到很感兴趣你这个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生 其实传统女生有很多种面向 也许她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勇敢 如果离开了老公 然后她可能没有办法面对社会的观感 怎样是你 不是我 我应该是谁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传统女性 然后她的最大的麻烦是她不太愿意改变 她生了六个小孩 然后她宁愿就是一再地容忍老公的背叛 然后至少这些小孩还有一个爸爸 然后至少这些这个家还是一个完整的 传统女生大酒家 开吧 大家好 我是范瑞君 我在本出戏里面演的是美英的角色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 首先呢她是小三 小三为什么会可爱呢 她是酒店出生的 从小到大她其实就缺乏一个安全感 她就希望可以找一个依靠 其实她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女人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这个角色呢 也负担起照顾她们大老婆一家的责任 美英这个角色非常的拿得起棒的下 就是当她发现她要的 她图这个郑东河的角色 只是一个情感上的互相依靠跟依赖 当这个东西她觉得断掉了 她的男人背叛她了 她的离开也是非常毅然居然的 她最后的离别 还是不忘了要去跟她的大姐告别 不知不觉间然后经过岁月 反而这两个女人呢从情敌到后来培养出一个 有点像姐妹一般的情谊 你说她的举动不合理 然后包容度太高还是什么样 其实她只是不想改变而已 你站在外面看 你会说绝对不可以 这就是任命嘛 两个任命的女人嘛 我那时候她很照顾我 她有东西都会拿给我 我们也没有分别心 跟爸爸在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对待 她是把我当成女儿这样子 照顾我就像家人一样 在这段影片之后 不晓得您会想到什么 或许会觉得心宽就是福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德馨 大家好我是德馨 继续欢迎的是我们的制作人吴依然 大家好 看到头发那段银子疲 人家说丈夫丈夫啦 一脏之外就马马虎虎去了 发现 每一个家其实最温暖的 反而是这些女性的守候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她们是生活在这个 同一个菜市场里面 那个一辈子的事 是另外一种幸福 德馨头我看这段感受 去想到说 女人如果任命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天地 你看到这边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其实那去年的事情 然后看到这些片段 然后那个整个回忆都回来 其实我觉得 我的感想就是说 其实感情的事情真的很难定论 在那个美音收到真的任何的背叛的时候 然后这个大老婆还反过来安慰她 所以这个人跟人的感情真的 真的很奇妙 很奇妙 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对于这个事件原本的看法 自己的看法 可是她必须要互相的碰撞之后才发现 原来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那个男人 对 那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说实在的 如果以我们的更传统 更正轨的想法 其实这个要写势必会批评到谁 伤害到谁 可是我们又必须要把真实他们的呈现出来 就像最后这一段影片 阿眠师姐其实是很 对这个阿姨是有感谢的 我觉得因为阿眠师姐她从小承担家计 所以我觉得她可以理解 那样的一个家庭的压力的重担 那事实上她也因为去酒家卖水果 她有看到阿姨的另外一面 所以她可能比较不会像 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样 就是很单纯的把这个阿姨就直接 判作是坏人 那她会看到她照顾自己的一面 她会看到阿姨包容爸爸的一面 因为爸爸是什么样子 爸爸个性里面的缺点 其实这些小孩子心里都很清楚 阿眠师姐也很清楚 那妈妈更清楚 只是或许她不愿意去面对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几个人的关系里面 阿眠师姐算是非常冷静 而且很清楚的 那她不会去用很直观 或者用很世俗的角度来判 这个阿姨是坏人或者怎么样 这样子 对 然后结婚以后做生意开美容院 一直到她最后摆素食摊 其实真的是一个20分钟路程 就可以走完的一个范围 她的一生都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想象她跟这个环境 有多么紧密的结合 然后大家这些周遭的人 多像她的另外的家人在支持她 在协助她 但是同时也多了多少非家人以外的 这些闲言闲语在左右她很多的决定 妈妈也好 她自己也好 就是她做一件事情 其实她要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大家 生活距离都比较远 对 亲戚很多 话很多 我们真的手机不要接 每一关就好了 可是不是 他们那时候是天天生活在一起的 对 这 这 其实光想会觉得 就都市人来讲 会觉得一样 如果你以阿眠师姐跟你形容她的母亲 母亲是不太会把她的那种苦的感觉 悲情的感觉传达给自己的儿女们吗 我觉得阿眠可能承受的比较多 那毕竟底下的弟弟妹妹有阿眠师姐的照顾 我觉得她们还算是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童年生活 那这个妈妈我觉得她慌乱之下 她一定要抓一些东西在手上 老公如果抓不住也没有钱 她就是抓着阿眠师姐 对 她希望她去卖水果 她希望她不要念书 她希望她怎么样 那 但是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妈妈很自私 可是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妈妈 反正靠不了丈夫就靠女儿好了 因为这个女儿实在是还蛮棒的 总是要有一个依靠 就是要抓一个依靠 可是这边我们会看到 一个是传统跟创新 他们其实一路上就会开始有一些些的 一来一往 阿眠师姐给你的感觉 她到底创新到什么程度 她真的没有一点点会去觉得 要跟着妈妈的一些些立场去走 好比说她可能未来也还是会持续的遇到 她也会遇到的苦 对不对 我觉得她正因为妈妈这样的一生在她眼前 所以她会更觉得我要往外走 我要往外走 我要往外走 我不愿意一直把我的一生留在市场里面 这么小的一个世界 然后走来走去都是邻居 就是我的世界不希望这么大 所以她去学她还自己付钱去学美发 然后她又换了一家又一家的美容院 她一直在追求一个更高的 更宽阔的一个世界 然后结婚 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命运 就是绕了一圈 她还是把她带回市场 她终究还是要 因为命运的关系 她必须在一个她最熟悉 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来养活她自己的小孩 可是我觉得她的心还是 说野嘛 就是她的心还是很狂野的 就是她不会那么固步自封 虽然她后面还是遇到了很多 这老天爷真的对她一点都不轻松 真的是一个女人一生该有的磨难 她都碰到了 那可是我觉得 正因为她原本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狂野的心思 所以其实她是很愿意接受新事物 像人家跟她讲说 你就卖素食 她其实什么也不会 但是她胆子就很大 她说好 那我就来卖 然后一开始做得很难吃 然后怎么样到最后这样 所以我觉得她很勇敢 她非常非常的勇敢 其实她有很多很多的人生体验 是因为她的心 对不对 她会做很多新的尝试 她会跟着时代的进步 她会去创造很多的不可能 所以也让她的生命就显得很精彩 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演大爱台的戏 然后也是第一次扮演就是真实存在的人 对 存在过的人物 我比较想要去 我其实没有 我当然有压力 可是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着重的目标是 呈现那个时代的人的氛围 在那个时候 应该会给人家 给人家一个什么样的气味 什么样的空气当中的氛围 我尽量的想去呈现这件事情 然后我努力的做这件事情 就比较不会害怕说 哎 我有没有演得像